男权妈妈人气越来越旺 出道短短时间就在歌坛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即将在台湾淡水渔人码头举办出道的第一场大型现场演唱会 年一来成年待在录音室里彩排的男权妈妈 唱片公司特地抽个彩排的空档 为他们准备了一些烤香肠帮团员们补充体力 而团长蛋头就表示 希望周董能来演唱会现场烤香肠给大家吃 相信应该会吸引很多人来观赏吧 今天一下烤香肠的来吃 帮那个千里香肠宣传一下 对啊 因为他要来烤香肠 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来吃一下 当时为什么会开这个玩笑说要叫他来烤香肠 因为我觉得很无聊 对啊 因为他一辈子应该都没有办法去当那个卖香肠 对啊 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卖香肠 对啊 后面就好 就是上面这一次反而是为他暖身 就是那个他是师傅嘛 我们是徒弟所以徒弟帮师傅呢 先好不好暖身一下是应该的 对 那为什么要挂毛巾在那边 你去问一下 身为香肠人 死为香肠鬼 明明就一日为香肠 终生为香肠 好大的 这是香肠学长 这是什么 南拳妈妈表示 现在每天都在很努力的练唱 会给歌迷朋友们很惊艳的感受 希望演唱会当天 歌迷朋友们能到场给予鼓励 共同在夏日夜风同享音乐的美 只是淡水愚人码头是户外场地 他们担心天气状况难控制 之前每次的大活动都会遇到风雨 不知道这和成员雨豪有没有关系呢 很期待 因为我们其实这两年都来啊 工作人员 每一个歌迷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很努力 那我们真的很希望 就是大家能够来这场音乐盛宴 就是我觉得香肠是一场音乐的同乐会 大家一定要get high 开心这样 其实希望那天不要下雨 因为听说封面来嘛 那希望就是不要让我们的那个辛苦糟蹋 谁叫你的名字倒过来是豪雨 呃 八百年前用过 对啊 对啊 到底有什么special的可以稍微透过 special 对啊 就是密技 其实就是大家有那种个人创作 那我们都有自己想好要怎么去诠释那首歌 然后到时候看就是 其实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对 不过南拳妈妈强调 演唱会当天绝对会风雨无阻 目前杰伦正在为自己的新专辑做录音工作 但还是受南拳妈妈之邀 做他们演唱会的嘉宾